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鼻梁 欢迎来到迷路阵线 那么这一集我们要讲几个事 第一个呢 就是关注这个 国家领导人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 习近平视察军医学院 鼓励面向战场 中国官方消息称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4月23日到陆军军医大学视察 只要培养德才兼备的 新时代红色军医 勇攀军事医学高峰 面向战场 面向部队 面向未来 需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军医大学 据中央市今天 援引中国官方的新华市 25日消息 星期平23日到陆军军医大学视察 当年上午 首先了解大学基本情况 和战场医疗救治重点学科情况 查看战伤急救器材和学员操作演示 习近平强调 要落实全面从业制党要求 加上党的创新理念武装 抓好党籍学习教育 实际深化医疗卫生行业整肃治理 确保大学高度集中统一的纯洁巩固 中央社说 中国目前有陆海空军医大学 那么大家要知道 这个现在 中国跟美国的关系越来越恶化了 那么这一次布林肯来中国来谈了这么多天 实际上也就是全面的进行战略性质的这种谈判 两国的这个关系 包括全球事务 都要进行一个非常系统性的一个谈判 人家是过来来谈判的 那么美国也制造了很多虚假筹码 老编也说过 北京的直接就是拿这个巨浪2 放一下 也展示了说这个潜艇 攻击型和潜艇 一个是展示战略性和潜艇 094放这个巨浪2的这个画面 当然我说过 放巨浪2就代表巨浪2已经 处于不是我们最厉害的这个尖端武器了 还有其他的玩意儿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又展示攻击和潜艇 如何对付054A和052D 054A和052D都不是中国攻击和潜艇的对手 那么这些就是恐吓美国的一个手段 这就是美国昂游混合体的七寸 那么好 那么这次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如果这一次来谈谈崩了怎么办 谈崩了 那么等于说 现在也有很多的学者也在说 就是说这次美国来中国 希望不要来浪费中国人的时间 确实咱们的时间也是非常宝贵的 你来了谈 跟过去一样 谈完了不履行 谈完了不履行 这制裁 那制裁 这个搞那搞 然后现在还要把中国提出 Swift系统 虽然是部分 但是这也是一个开头 那么 这些举措都弄出来 金融上的威胁是赤裸裸的 那 就是谈不拢的话 那可能就要干账了 当然中国跟美国不会干账 但是 但是中国要解决台湾问题了 所以说呢 在布林肯来中国之际 一个呢 巨浪2展示一下 攻击核潜艇的威力展示一下 因为美国的驱逐舰 在052D 或05C 护卫舰这种面前 它的那些舰都太老旧了 不够格 那么还展示了对军医的 这个要他们面向战场 这个话 说句实在话 挺圣人的 因为我说过 当这个对后勤的军医 等于说 习总亲自去下达了这个作战命令 要求做好战斗准备 对吧 因为打仗 能保存伤员 能救治伤员 抢救 这都是军医干的事啊 军医是部队里面 非常重要的 对不对 后勤的单位去视察 而不是去视察什么作战部队 你看这个都有顺序 一开始都是视察这些作战部队 对吧 像什么这个海军 这个海军陆战队 在之前后就到南部战区司令部 到这个东部战区司令部 到南京 去下达作战命令 在之前在福建 视察这个武警部队 对吧 这个等于说是 上岛后 武警部队 也要起到这个治理的作用 海军陆战队 攻岛登岛 那现在就要视察这个军医了 这个每一个部队都要让他们 做好这个战争的这个动员 现在就在后勤部队 搞视察 所以说 这个准备是非常充分的 当我们搭设野战医院的时候 马上就要开始要干仗了 当然 俄军在前线 他搭设野战医院 因为他是离乌克兰是有陆路接触 他在陆路上面作战 我们这边 海上的这个和平方舟 医院 对吧 再加上这个 这个 我记得在上海 这次好像也展示了这个 自驳舰 052D和这个和平方舟 医疗救护船 都是这么个意思 都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说 这个 信号非常强烈 也给你美国施加压力 大家要知道 美国拿100个筹码来跟中国谈 中国只要拿一个台湾 放出来 基本上就是说 你不答应我条件 我就武统了 就这么一个 美国他就能给你做出很大的浪波 但是今天 我说过 不可能说拿台湾去跟美国做什么生意 因为中国已经说过 这是中国的内政 和中美关系当中 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这条红线 我不会跟你来谈 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 而且呢 现在这个 这就是中美新冷战 中美新冷战 现在的这个中美关系 是非常的这个高度紧张的 这么一个关系 所以说呢 大家也应该看清楚 中美关系的本质是什么 这个关系是会越来越糟糕 越来越不好 无论是拜登连任 还是说是特朗普上来 中美关系 就是一种对抗的一种关系 全面对抗的一种关系 美国现在也是内外交困 内忧外患 最近美国的大学 在爆发这个学潮 美国拘捕了120人 内塔尼亚乎也说 说这些人都是反游暴徒 他们应该被美国给关起来 我们也看到了 这些美国的军警 美国还派出了骑警 骑着个马的骑警 直接从这些人身上 学生上踩大过去 冲撞过去 这个靠人的手铐都不够用了 直接拿这个 就是有一种那种 PVC的那种胶带吧 不是就是那种 就是这有一个死结的 一下子 你要把它给弄开 只能拿这个剪刀去剪的 那一种材质 就这样给你捆着 拿绳子来绑你 非常粗 粗的这种PVC这种管子 这样绑住 非常的狠毒 对这些学生 直接紧棍 直接到脑门上 直接就上去 掐脖子 掐脖子 美国这种警察 他下手都没个轻重 你看我们 对比我们 这个美国向中国策划的 这个白纸运动 你看上海的警察 对这些人 对这些暴徒 都是什么一个态度 很温柔的 只要就把你这样弄起来 这样 像给你勾奸大便 把你弄一下 或者就把你直接就过来 拉过来 给你靠掉 就完事了 像美国都是防暴 上海这边基本上都是派出所 民警就完事了 防暴警察根本就 都不出动了 更没说武警部队了 对付这些 二椅子 猎奴 二鬼子 根本就不用 不需要 多文明啊 是不是 那美国这些学生抗议 他们有什么暴力行为吗 他们没有任何的暴力行为 他们没有 像我们的八九六四 王丹他们那些人 在北京大规模搞破坏 没有 人家只是在那边抗议 没有做出任何的破坏行为 但美国警察是怎么对付他们的 美国的铁船是怎么镇压他们的 就差把他们拿枪直接给打死了 所以这是他所面临的这个困境 而且都蔓延到美国 全美国了 逐渐开始在蔓延 现场对记者又是怎么这种打轰 又打又轰 非常的 行为非常的这个恶劣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美国离完蛋还有多远 现在又怎么 全都什么吸毒都合法化了 大麻都合法化了 天天都是些什么玩意儿 说实话 美国来中国还能谈成一个芬太尼 我就感觉就已经是一个成果了 还能谈成啥玩意儿 你拜登来大选 你就老老实实实的来做交易 你不希望中国 因为中国让拜登选不上 你们这帮人选不上 那你就拿出点诚意来 对吧 所以这个是美国现在面对中国的困境 就是这样子 习近平也已经要求面向战场 没事对军医区说面向战场干什么 所以这次谈不拢 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和拜登 所谓的老朋友拜登的使者来谈话了 最后一次了 之前你旧金山也好 巴黎岛也好 你当面的谈的 基本上没有旅行 没有落实的事情 那这是最后一次了 也就是本届政府最后一次 但跟美国那是长期的 那就是跟本届政府就最后一次了 能不能行不行 谈不好 就谈完就要收了 所以我说过今年是很关键的 好吧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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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